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股连续两天的大跌 尤其非城半导体的跌幅特别的重 要如何的来看待 议庭 就上周四上周五来说的话 很明显的出现美股的回挡 那特别是就整个S&P500来看的话 算是遇到了年限出现一些反压 那算是在这个关键价位当中出现了一些不好的讯息 造成了整个股市出现明显的回挡 那就上周五来说的话跌幅相当的重 那主要来看的话 当然亚马逊的财报 然后还有苹果财报 老实讲其实苹果财报是符合预期 甚至比预期来的好 但是亚马逊的财报的话 就是比预期来的差 其实显现出股市走到这个价位 老实讲其实并不便宜的 其实过去两周我们都有提醒投资人 就是现在美股的本益比其实并不便宜 但在这个情况之下的话 投资人对于财报的检视是 几乎已经快要变成用显微镜来看 那再加上说其实像苹果来说它重点在于说 它无法对于未来一季给投资人一些财报方面的指引 那对投资人来说他就会担心说第二季的整个经济 或者营免状况到底有多差 他到说苹果这么大型的一个企业都无法去对于财测 有一些给一些guidance给一些指引 所以造成信息面的一些冲击 这加上说川普总统又出现了一些 不是很理性的口水行为或是政治的操作 千万不要讲说他不理性 因为他真的有可能付诸实现 所以基本上来说的话就算是在上周五来看的话 但是经济面的数据ISM不是非常理想 那台报部分出现一些杂音 再加上说政治面又出现了川普总统一些 对中国的一些喊话 所以诸多的一些利空造成上周五的一个很明显的下跌 那就短线上来看的话 以上周五S&P500来说是收到2830点 约莫就是在季线附件的价格 那现在其实年线季线跌得非常近 甚至是下方的月线都非常的紧 大概都是各差100点左右的一个价位 甚至不到100点 那像月线跟季线其实大概只有差30点左右 也就是大概1%左右的价格 那至于年线部分大概只有2900点之上 事实上以昨天上周五收盘价来说 也大概是2%左右的价格 事实上整个的均线架构开始出现一个 比较去向于非常下幅震荡 其实也反映了过去14个价格 大概就是三周的时间 其实每股约列就是在1800点 2800点上下增长的一个走势 如果这样讲的话 对不起这个部分技术上的话 请教一下易亭 因为刚刚你提到说 其实季线月线还有年线的位置 现在都非常的接近 如果以S&P指数来看的话 大概就在2800点这附近 那么以目前的震荡幅度来讲 非常有可能在一天就止跌了 就重新站回 但也有可能一天就全部跌破 那这两种情况的假设 美股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境 如果一天就给它拉得很远 然后站得很稳 会是什么情境 万一一天三大均线 因为现在已经微幅的跌破了季线了 三大均线全部跌破的话又会如何 那就上周五的下期来说 事实上量是有缩下来 所以基本上就技术面来看的话 是还算是可以被接受的状态 那接下来两个交易值就非常的重要 那假设月线失守的话 特别是如果是带量一个大唐黑失守月线 大概就2800点以下的价格的话 那老实讲 那这样的一个盘势就会被破坏 也就是说从三月下旬以来的一个上升轨道 就会被跌破 跌破之后就比较有可能去下策 比较深的一个价格 大概会是在2600点 主流的一个支撑价格 那也就是说离现在的收盘价来看的话 大概就是200点以上的一个区间 那约列就是5%以上 所以基本上来说的话 月线的一个支撑 就短线上来说 相当相当的重要 那会不会跌破呢 以目前的氛围来说 它其实跌破的几率是存在的 那只是说它跌破的是盘跌的状况去跌破 那这样的话是比较理想的状态 那假设是一个恐慌式的下跌的话 其实回测2600点的支撑价格 这个机会是存在的 那现在来看的话 比较不理想的状态 其实反而是落在财报面 因为财报比较重要的一些个股 其实上桌都公布完 虽然本周还是有150架以上的 其实要公布财报 但是重要性或是这些个股所代表的 对大盘的全职来说的话 是相对小很多 因为重量级的科技武器 都已经公布完毕了 所以再加上说 本周要开始公布一些 跟景气敏感度更高的一个类股 一些工业类股 一些消费股 或者是一些能源股 也就是第一季重商的能源股 现在要开始公布了 所以老实讲就财报面来说 会形成负面压力的可能性 是比正面激励来得大 所以这个礼拜 其实最让人担心的是 因为财报 好的公司已经通通都公布的差不多了 就是大家预期可能表现还不错的 那现在可能要公布的都是跟景气 因为关联度太高 以至于大家很难期待他 他的表现 对好表现 而且最重要是很难期待 他对于未来的前景有好的说法 是 所以这个是 这一个礼拜的压力了 对 除此之外的话 其实也可以跟各位分享一个点 就是说 大家非常关心瑞德西伟 瑞德西伟就是 传说中的神药 但是其实就他公布的 第一批的领传数据来说 他并不是神药 他是有助于减缓疗程 或者缩短疗程 但是在降低死亡率方面的话 并不显著 除此之外的话 其实我们也可以观察到 吉利德的股价 也是一个观察重点 甚至是NBI指数 就是纳斯达克生计指数 纳斯达克生计指数 上周五个交易日 事实上跌了三个交易日 然后跌了非常重 上周的跌幅是4%以上 其实比大盘 就周的跌幅来说 它是更重 甚至有领先下跌 它在4月28号就出现 比较大的长黑K 所以转天上 这个瑞德西伟神药的利多 其实老实讲 都已经反映在国家属上 那接下来 市场会回头去检视说 第一个 它的疗效到底是不是这么好 第二个 上次的进程是如何 第三个是吉利德的产能 然后就是专利授权的一些 后续的障碍 能不能真正是 复习到多大这种 都有机会去 吃到这个药 得到治疗 那老实说 其实这个药 只是降低得到的病人 它的一个恢复的状况 有助于恢复的状况 但真正要能够阻挡 病毒的扩散 其实还是要等到疫苗 那目前看起来 即使最热观来看的话 疫苗也要到年底之后 甚至明年的上半年 才有机会去问世 老实说 整个疫情 那刚刚说 未来10天 其实美国22个州 要陆续的去解封 所以解封之后 消费者的信息 能不能回复 那疫情会不会出现 再一波的一个 增加的一个 疫情扩散的状态 其实都是 投资人在这个时间点 会去非常非常关注的一个 甚至是开始退出市场 然后采取比较观望态度 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不过最后请教一下巴菲特 巴菲特在股东会上面 传递的信息 你如何解读 其实巴菲特的观点 老实讲 有一些我相当认同 其实有个很重要 就是说疫情会改变 美国民众的行为 这个部分的话 其实巴菲特 现在也不能给答案 从他现在满手现金 但是没有办法去做 抄底布局的状况来说 事实上他也在 评估后续的冲击 如果从巴菲特 或是股神 这样的角度 都是保守 或是需要直接来验证的话 其实投资人 在这个时间点 特别在当前股价 已经反弹了三成以上 应该是站在 相对退出观望 或是等待这个市场的反应 或是经济基本上的反应 然后告诉我们 下一步要怎么走 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会是比较选顺的一个操作方法 好的 我们要非常谢谢康河投资产品研究部副总统 请不吝点赞 events 感谢观看